如果你以前脑门特别窄的话 你突然脑门出来了 你这时候再照镜子 你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 然后你看到一片大海 你整个心都开阔了 化妆最高境界其实就是扬长避短 就把你的缺点盖下去 然后把你的优点最大程度上放出来 也就是说人家夸你的时候 应该说哇你这人长得真漂亮 而不是说你化妆技术真好 懂我意思吗 脸上的形状不对就毁所有 毁所有 首先就是一个脸 从你的眉心到你脑门 这个是额头 然后你从你的眉心到你的鼻尖 鼻尖到下巴 这三个区域应该是1比1比1的 正面的看自己 然后中间向下面 还是OK的 比如说有的女生的脑门发际线长在这 你就要从这开始量 眉心到鼻尖 你看我这还没到鼻尖 到鼻子上就已经结束了 就说明你的脑门特别的短 我们就需要一个宅眉的夹子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发际线拔掉 你没有听错 就是这么的血腥 这个是有技巧的 刮的话 我保证你这一片都是白色的 这块地方就会变成全场瞩目的 然后大家都会看你这一块 大家都会盯着你的脑门去看 你要是说哎呀 这东西还能再长出来 那就等它长吧 长完就是一片胡子肠 推子放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隔一个一拔 就是隔一个一拔 隔一个一拔 先把它的密度打开 它变稀松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 看它你每拔几根 你都要就是放下来看 它是很自然的 然后你再继续继续拔 有一层一层的拔 但记住你这些个小细毛毛都留住的 你千万不要把它们也弄下去 比如说你脑门如果太窄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往上移 眉毛往下移 比如说如果你的眉毛像草一样 只选择拔你的眉毛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比如说 你在这个地方的 你可以去拔一拔 但是贴着边你就不要拔了 拔上面 然后整个让你这个眉毛 往下走 一到两毫米 那么脑门 这个就出来了 出来的话你就觉得 哇脑门比较小的话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脑门过大的话 可能就是你上面有点秃 上面有点秃呢 我们就用黑色的眼影啊 去补一下 但是我不太建议 因为定妆还要上什么 losing powder 这个头发发现就很脏 然后你一出汗 真的是 你也不知道是皮屑 还是什么dry shampoo 人家觉得你没弄好 我们要么就是剪一个刘海 就是空气的刘海 要么就是把你的眉毛往上拔 上面的毛发离得远的 你可以拔一下 但是离得近的你就不要拔了 你把下面开始贴着底下往上拔 也就是说让你这个区域呢 长起来 缩短这个区域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画眉毛 这个眉毛比较自由散漫的那一种呢 你可能不知道如何下手 你可能直接就拿一个刮的东西 就在那开始刮了 千万别先用一支比较细的笔 正对着这个镜子看自己 眉毛除了用毛来组成的 还有它有三个点 in terms of 形状 眉头 第二个点是眉峰 第三个点是眉尾 我们要找着这个三个点 如果三个点错的话 你要么就是整个脸是歪的 要么就是化什么妆都不好看 我反正见人家第一 第一眼我是看人家的眉毛的 如果你要弄好了的话 真的就是这个人干净了很多 鼻孔啊 正对上去的这个头 就是你的眉头 笔一定要直的 你不能是这样去找你的眉头 要直的 那你找的时候呢 你在上面画一点 诶 画一下 然后呢再找你的眉峰 你的眉峰呢 是你的外面的这个鼻翼 擦着你的 眼球 黑眼球 外侧 但是前提是你要正对的 如果你要斜队的话 就不行 就跑那跑太阳穴去了 你正对着啊 鼻翼 擦你的 侧眼球上去的这一个点 眉尾呢 就是你的 鼻翼这个地方 擦着你的外眼角 擦着你的外眼角上去 这就是你的眉尾 推荐你的这个是 YUMORA这个HARD KNIGHT 4号是2号 这个为什么说特别好呢 首先性价比太高了 特别特别的硬 真的很HARD 出汗什么呢 持久力特别特别的强 而且它这个你看这一根 它销成这样子 你真的用完它 屋就可以组传了这一根 就是我咋销完到现在用好几个月了都没有再销它 可以传给我儿媳妇以后 特别的轻 你看我在这画一下 你看来回来回 你才能就是轻轻的上次 它不是说一下子有的就特别特别的重 你自由发挥发挥错了 它也不会特别的GO RUN OK 好从头到尾 直 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是直 直的 直的前后前后前后 下面也是前后前后 然后眉封到下面往下 画了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说 哦好自然 当然了不够自然 你应该这样子刷往上刷刷刷刷刷 你的前面一定要是GRADU的感觉 就是渐变的感觉 如果你前面有一个榔头一样的那样 就是嘎人而止 还是夹人而止 那就是一个失败的眉毛 发了之后要一个刷子 在前面就这样子刷刷刷刷 给它刷虚了 够容易吧 你最后检查你这个眉毛的下面的顶点 和这个地方要直着啊 直着 Instagram有很多那种eyebrow 就是那种很sharp很黑 卡带山眉 你要是那样的话 你就不要去追 因为那个有点不适合亚洲人的脸型 前面看韩剧啊 蓝色生死恋 我主要是看宋慧乔的那个妆 因为他那个妆实在太自然了 因为宋慧乔那个时候 他20岁吧 他真的是荷尔蒙很旺盛那种 所以说他的眉毛一定要茂盛 茂密 厚 粗 台面粗 到后面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越来这这 这下去就很有那种气质 就是那个眼神就会有绳 就会调起来那种 我觉得我个人希望我的脑门可以大一点 所以呢 我就不从上开始加粗 我从下面开始加粗 但是宋慧乔在那里面就是这地方更细 更细 更细 就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眉毛 是我很喜欢的 前面一定不能有任何的 harsh line 一定要就是很温柔 很smooth的一个眉头 最后再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对称呢 最称你就可以用尺子这样子 用笔这样子量一量 是不是真的有在他该在的地方 先竖着说 人中长就显老 张曼玉还有林青霞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什么书分 一看他们的照片都说 哇 他们现在就是一种正常的衰老表现嘛 但是他们统一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的人中全都变长了 你有孩子可以看看孩子 鼻根和这个上嘴唇中间这儿 其实特别特别的近 我们成年人比如我快三十了的话 我这个地方其实慢慢慢慢慢慢变长 就像那个孙悟空一样 六小灵棚 爷爷那一辈啊 太爷爷就基本上就这种感觉 所以说它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你就说我视觉上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人中长还是短 那你还是用这个量一下吧 从鼻根到你这个上嘴唇这儿 它应该是你二分之一个下吧 我人中真的很长 也就是说我要把人中缩短一点 才可以 怎么样缩短人中呢 就是lip liner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以我为那个reference的话呢 我用喜欢用的是make forever aqua lip 颜色是1c或者是3c 是比较nude 像我nude 那你2c就不行了 这个角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你缩短了它的距离 ok我们现在再下一个 嗯 差不多 立着它的轮廓 然后整个的话 像平时这种情况呢 我就一般就出门了 因为我觉得太自然了 就是我自己的嘴巴 你看是不是 然后现在再量一下 perfect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要 擦口红on top of it的话 一定要是 擦出来边的话 一定要是 不能透明 不能shear 一定要是 全都是full coverage 我们就说 把多余的放下去 太多就显得有点假 然后再用个干净的手指头 稍微把外面这个地方 哎 smudge 女生说 哎呀 我就喜欢大嘴 kardashian 如果是 kardashian的嘴 在一个亚洲人的脸是什么样 人家卡台山也没有这样对吧 差不多得了 不打东西进去 你是不会有嘟嘟的感觉的 现在开始说腮红的问题啊 每个人脸型都不一样 所以说点的地方肯定也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的话 我是一个长的鸭蛋脸 它呢 就是让这个脸变得 就是圆一点 就是窄一点 这里 鼻子中间 这里 还有下巴 衰老的体现就是 全骨sticking out 然后这个地方suck in 那么如果我要是擦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这个小骨就会更sticking out 太阳穴就会凹陷 这个地方就千万不能上任何的highlighter blush 所以你要回到中间 就让这个blush紧急集合在中间 然后加上鼻子 为什么呢 它可以缩短你的鼻子 缩短你的下巴 也就是说让这一块中间红 不要走到两边去 鼻 你在鼻子中间 当然啊 你现在有点多 我现在这个脸出去 人家以为我烧伤了 对不对 那很夸张了 我整个脸呢 掉在火锅里 ok 烧伤了 就是说 你看 你们会感觉 我的脸瞬间变圆了 但是比如说 你的脸本来就 就是这种很圆的脸 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能有这样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脸就横着椭圆了 这样子 圆嘛 你就给它拉长 拉长 鼻子下巴都别弄 要不然你就会 脸就会越来越短 顺着这个cheek bone的感觉 上下 上下 如果你是方脸的话呢 跟圆脸是一样 也是上下 上下 因为要把你这个龙角弄的 就是软一点点 软一点点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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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